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摩西 上帝对摩西一生的呼召 我们可以了解出埃及记整卷 他最主要在讲两个很重要的主轴 一个是拯救 一个是侍奉 上帝要拯救以色列百姓 脱离埃及法老的奴隶 还有这个辖制 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打败仇敌法老 以色列百姓才能够到旷野去侍奉神 今天上帝的心意 对你我都是要使我们得生命 使我们得自由 使我们生命可以蒙救赎 最终的目的也是同样来的侍奉神 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要服侍 你要生命要得自由的时候 好像有些事情总是会拦阻你 也就是说我们有个仇敌 一再拦阻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就可以得自由得丰盛 甚至我们可以去服侍 所以拯救跟侍奉 都跟属灵征战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你不懂得属灵征战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 上帝要给你的祝福 跟上帝要给你的使命 今天我们要继续从 《出埃及记》第七到十二章 埃及时灾 来查考如何面对这个世代 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 但是我们要如何去打赢 这场属灵征战 时灾最主要都在谈属灵征战 时灾告诉我们如何胜过法老 打赢属灵征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第一个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就是你要先知道你的仇敌是谁 是谁在跟我们打仗 你要搞清楚征战仇敌的对象 才能够学习如何去打赢这场属灵征战 《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 法老是预表 预表一个属灵征战的仇敌 你仔细去观察实灾的每一个灾 每一个灾都其实上帝 都在对付法老所代表的那个仇敌 那个仇敌就是我们常知道的 属灵征战的三个仇敌 第一个就是撒旦 第二个是世界 第三个是肉体 撒旦 世界和肉体 这三个仇敌 都可以在法老身上找到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仇敌撒旦 法老代表这个仇敌撒旦 法老他 埃及人 他们所拜的假神 他们拜很多很多的神 他们会拜尼罗河神 他们会拜青蛙的神 把青蛙当作神 他们也会把牛羊牲畜当作神 他们也会把太阳当作神 叫太阳神 甚至法老把自己当作神 他要埃及百姓来膜拜他 埃及人无所不拜 什么都拜 就是不拜独一耶和华上帝 他们也行邪术 但是他背后 所有一切都是撒旦的势力 所以法老代表撒旦 仇敌的工作 仇敌的工作 就是让人不要来拜真神 只拜假神 只拜上帝以外的东西 撒旦要人不去拜上帝 他就赢了 换句话说 你如果一直在拜假神 你就输了 第二个法老也代表 另外一个仇敌 就是世界 什么是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说 我们所处的这个美好的世界 圣经上所讲的这个世界 是指任何想吸引我们 离开上帝 离开上帝的话语 离开上帝的同在的 一切所有的错误的思想 背后的以及所有的谎言 整个价值系统 这是指埃及里面的这个世界 我们来看出埃及第八章28节 我们来看这个世界怎么说呢 法老说 我容你们去 在旷野祭祀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意思是说 法老说 你可以赠上帝 你可以去拜 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离我太远 意思是什么 你不要离世界太远 他要你妥协 他要你跟世界妥协 你不要完全的靠近上帝 你要给自己一点 跟上帝一点距离 要跟世界靠近 意思是说 你还是要容许 你喜欢的在你的身边 信耶稣很好 不要信得太迷 来小组很好 可是不要太认真 很多很多世界 诸是而非的声音 任何想要吸引我们 离开上帝的那种声音 你都要非常非常注意 你如果不留心 你很容易就会失败 第十章十到十一节 法老又对百姓说 我容你们和你们的 妇人孩子去的时候 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 你们要谨慎 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 不可都去 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 你们也可以拜 但是你们只要 几个人去拜就好了 不要所有人都去做 不要所有人都服侍神 其他人可以休息 其他人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甚至他要扣留我们的家人 世界的声音说 你不要全 你不需要那么的认真 去侍奉神 甚至他反讽我们说 你恐吓我们说 你如果去这样做 你可能会有灾祸 临到你 所以你要知道 上帝的心意是 至于我和我们家 我们都要来怎么样 侍奉耶和华的 但是世界的声音 是要我们有所保留 世界要我们跟神讨价还价 这是世界来的声音 第十章二十四节 法老又召摩西说 你们去侍奉耶和华 只是你们的牛群羊群怎么样 要留下来 你们妇人孩子可以去 但是呢 这个意思是说 一次一次说 好吧 现在你可以去 你们壮年人可以去 妇人也可以去 孩子也可以去 你通通去 可是牛群羊群要怎么样 要留下来 意思是说 你们要奉献 你们自己奉献没有关系 可是财务不要奉献吧 财务保留一点 可以部分的奉献 不要全部的奉献 意思是说你要交托 你部分交托 就可以了 流群羊群 你还是要保留下来 世界要我们什么 留一手 不要全部给神 所以法老不只代表 撒旦跟邪术 法老也代表这个世界 错误的价值观 迷惑我们 欺骗我们的很多的谎言 第三 法老还代表我们的仇敌 叫做肉体 整卷出埃及记忆 你有发现他描述 法老的一个形容词 最常出现的就是法老什么 他的心怎么样 刚硬 他的心刚硬 肉体最新的特色 老我的特色就是刚硬 什么叫刚硬 不是刚正不二 刚硬是什么 刚硬是说我就是上帝 我不要听上帝的 而且我只要我自己要的 你看在出埃及记忆 法老一直变来变去 其实不肯 后来慢慢咯 其实他从头到尾 他的心都是硬的 有人会问说 既然上帝说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那么法老的心 岂能不刚硬 好像是法老的心刚硬 是上帝在这边操作控制的 请问是不是 是不是 当然不是 很多人在摇头 不是因为上帝 要他的心刚硬 他才刚硬 而是法老的心 本来就刚硬 他本来就不想听 他从一开始就不想听 他从心里不要听 其实上帝一直给他机会听 不是吗 一次 两次 三次 叫他留心听摩西的警告 听摩西的吩咐 要让以色列百姓去 但是他要不要听 他越听越不想听 越听心就越硬 连续几次以后 上帝说你既然这么不听 好吧我就让你不听吧 意思是说 你这么刚硬不肯回头 上帝就任凭你 法老硬的心 不是上帝决定的 而是他本来 他就不要听 实在是让 法老显出 他里面越来越 刚硬的心而已 请问你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当你去劝一个人的时候 不劝还好 越劝什么 他越不听 不说还好 越说他越去做你 不要他做的事情 我就想到我自己 以前大学的时候 同学跟我传福音 那些同学都是好人 基督都好人 不是吗 都是善良的人 讲得都很好 我就觉得 对啊 你们都对 可是 你们很多问题 你们不懂 你们不明白 我就一直问他们问题 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人问我说 那坤娘 你所有问题 这个答案你要信吗 我很快就跟他讲说 我不要信 人心刚硬如此可见 人的心真的是 不想听的时候 你就不会听 就是你要知道 我们的肉体 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所以属灵征战 肉体是撒旦 世界 在撒旦世界跟肉体 请问哪一个最麻烦 都很麻烦 应该是都很麻烦 有人很怕鬼 可是我告诉你 鬼还比较容易处理 鬼你赶一赶 你凤子里赶就出去了 世界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世界会很多都谎言 很多是是而非的价值观 在你周围 你搞不清楚 你心没有神的道 你心是土是浅的 也就是没有神道里面 你会无知 你被骗了你都不知道 很多很多 我就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个姊妹 她来到我们教会 她就说 她听到真理堂 在讲这个实戒 我们讲到不可兼仪 我们的不可兼仪 讲到说 在婚姻以外的 性关系 性行为 都是犯兼仪 她就说 天哪 以前他们的教会 不是这样教的 我说不是这样教 那怎么教 她说第一个 他们很少讲实戒 第二个他们一讲 辅导私下跟他们讲说 男女之间的关系 只要不要劈腿 什么都可以 婚姻前 婚姻外都没有关系 她就发现到说 这世界的价值观 其实一直在影响我们 可是 你要知道 更麻烦的还不是这个 更麻烦的是 你这个人的肉体 世界跟撒旦 都还在外面 肉体在哪里 跟着你 一直跟着你 24小时跟着你 你赶不走她 你赶走她 你就精神 可能有点分裂的情况 她就一直跟着你 她随时会跟着你 所以你要知道说 它是真实的存在 撒旦世界会暂时的离开 但是 你要知道 肉体一直在你身上 所以你就必须要知道 你要面对的仇敌是什么 你才能够打赢这场属灵战 这是第一个关键 你要认识仇敌 第二个 你要打赢这场属灵战 第二个关键就是 你要知道 得胜的根据是在乎耶和华 跟你旁边讲 得胜根据在乎耶和华 实在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手 是上帝的主动 是上帝的权能 人 福能为力 人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意思是说 今天要打赢属灵征战 完全是上帝的工作 不是靠人来去打 那上帝要人 在整个这个实灾当中 看到他的得胜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出埃及记 第九章十六节 他说 其实我叫你存地 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其实上帝可以第一次出手 就让法老怎么样 完全的失败 不是吗 他可以直接下第十灾 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直接到第十灾 他是一步一步的 他在保留他的性命 他告诉他说 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 你和你的百姓 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也就是说 今天上帝要对这个法老 有这样子这么多的这些 神这些的实灾的 向他显现 让他存活下来 是要让他做一个见证 就是说 要让他知道说 耶和华是上帝 耶和华是上帝 不管你承不承认 不管你相不相信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 耶和华是上帝 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谁才是有真正的权柄跟能力 上帝要透过实灾 向世界显明 他就是耶和华上帝 不单是这样子 第十章一到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进去见法老 我使他和他的成仆的心刚硬 为了在他们中间 显出这些神迹 要叫你将我向爱奇人所做的事 和他们在中间所行的神迹 传于你的儿子跟孙子的耳中 好叫你们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上帝不只要让埃及跟法老人 知道他是耶和华上帝 他更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 他拯救他们的就是耶和华上帝 他是那一位施行水变为血的灾 血变成水的灾 是要对付埃及尼罗河的女神 挖灾是要对付埃及人 他们所崇拜的生育之神 就是蛙神 这个灾是要对付埃及人的 所谓的沙漠之神 苍蝇之神是要对付埃及人的太阳神 还有苍蝇神 瘟疫之灾是要打击埃及所崇拜的 爱神跟牛神 很多很多的神 可是上帝一个一个在这些实在当中 彰显祂的能力 彰显祂的权柄 祂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 上帝是那位自有拥有的那位上帝 就是祂对摩西说 祂的自我介绍说 我就是I am who I am的那位上帝 祂让他们知道说 祂是那位全能的上帝 祂掌管所有 祂是丰富的 是不受限制的 祂是上帝 祂的以色列百姓深刻的体验到说 透过这些经验 他们知道说 唯有耶和华是上帝 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 他这边提到说 最后一灾的时候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投身的 无论是人是身处都击杀了 要败坏埃及一切的上帝 我是耶和华 再次重申 我是耶和华 十三节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一节 我们刚刚经文没有读 我这边要读给大家听 他这边是说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 做个记号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杀后 这个埃及地投身之后 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 灭你们的 也就是说 属灵征战的目的 不只是上帝要打败这些仇敌 让人知道耶和华是上帝 而是要让人知道说 要把荣耀归给上帝 不要把荣耀归给假神 在实灾当中 对埃及人跟法老都不是好消息 都是坏消息 但是对以色列百姓 这些有上帝拯救蒙恩的这些百姓 都是好消息 所以你看 在实灾当中 以色列人都被保护 埃及人没有水 但是以色列人有水 青蛙都跑到埃及人家去了 可是没有跑到以色列人家 所有埃及人的身处被击打 只有以色列人的身处被保全 埃及地全地黑暗 但是只有 以色列居住的地方什么 有光 埃及的长子被击打 只有以色列的长子被保守 上帝要透过实灾 让以色列百姓知道 他出手的时候 他审判的时候 你不要害怕 他在审判仇敌的时候 他会保守他的百姓 免受他的审判 上帝的儿女 你要躲在上帝的蒙约里头 那个血就是代表约 上帝给我们立约 他是守约施施爱的神 他不是全人的神 他更是全爱的神 他保护他的百姓 在这个约里面 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所以他要我们在他的约里面 不会受到仇敌的伤害 也不会受到仇敌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 打赢属灵征战 从实在告诉我们说 完全不能靠自己 你想用自己的力量 你不会打顺仗的 同时打仗的时候 不要把焦点跟力气 放在仇敌的身上 而是要什么 要把自己交托给那位爱你 守约施施爱的那位上帝的手中 要把自己隐藏 躲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 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 你要知道耶稣的血要遮盖你 他要赦免你 他要保护你 免于所有一切的灾祸 当我们拿起耶稣所给我们宝贵的权柄 就是祷告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赞美神的时候 你敬拜神的时候 你归荣耀给神的时候 你就知道神 我们的神有多么的伟大 你要知道这全能全爱的神 上帝要来 要为我们打败仇敌 打败所有的撒旦事件跟肉体的势力 上帝要透过实在告诉我们说 他是耶和华上帝 他不只是对以色列百姓说 他如今也要对你我来说 他来是要败坏仇敌 而不会让仇敌来败坏我们 有一个弟兄 他长期为他的妈妈信主祷告 好多年了 但是妈妈始终因为跟偶像连结太深 就是都不愿意信主 我相信我们在当中 有好多弟兄姊妹 也长期一直为家人灵魂得救祷告 可是就是因为偶像 因为很多的拜拜的事情 就是没有办法突破 但是这个弟兄姊妹 她就不灰心 不放弃 一直祷告 但是后来这个妈妈 她有一次出了一场车祸 很多弟兄姊妹去为她祷告 把福音传给她 那很感谢主 就是因为遭遇到困难的时候 她这个妈妈就发现到 过去的偶像 好像不太能够帮助她 她就想说 好吧 那就信心儿子所 说了这位耶稣好了 她就想说试试看 所以就决定要来信主受洗 就在受洗前几天 她突然做了一个梦 不是梦到耶稣来找她 是梦到妈祖来找她 严重地警告她 你不可以去拜 你不可以信耶稣 你不可以背叛 如果背叛 你会受到严厉的这个惩罚 哇 这妈妈吓醒了 吓醒她就讲 不敢受洗了 可是呢 她就跑去教会 找牧师 找弟兄姊妹 祷告 把她所预造的事情 跟他们讲 牧师就鼓励她不要害怕 告诉她说什么 耶和华比万有多大 耶和华比 耶稣比偶像还大 上帝一定会保护她 你不用怕 不用怕 后来她 就鼓起勇气 什么就受洗了 就受洗完之后 这些梦再也不再困扰她了 偶像也再也没有来找她了 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我们的神 比偶像大的多的多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要知道 祂是万有之 万君之约华 祂是所有的 都要降服在全品之下 我们在面对 信主受洗的时候 有很多人 他们都很害怕 会有属灵征战 即使你害怕有属灵征战 你就已经输了 因为属灵征战 不会因为你害怕 不害怕 不会因为你觉得 要有不要有 它就不存在 它一直都在 所以你不要怕 属灵征战 不是很可怜 去跟他打仗 属灵征战 是让你知道说 上帝是谁 你不要把属灵征战 的焦点放错了 你要应该放在说 每次经历属灵征战 就再次经历到 上帝的恩典 跟上帝的平安 跟保护 有个弟兄 他就见证说 他在受洗之前 后来决定 到底要不要受洗 他就一直很困惑说 因为他很害怕 有属灵征战 他常听到说 有属灵征战 他说 可不可以 不要有属灵征战 但是就在他 要受洗前几天 他本来是不要受洗 后来决定要受洗 是因为 他真的遇到属灵征战 他怎么遇到属灵征战 他就说 他真的遇到一场车祸 可是那场车祸 他居然毫发无伤 让他惊艳到说 真的有属灵征战 而且他真的是 他知道神真的在保护他 虽然他以前 他之前觉得 不要有属灵征战 但是呢 当他真实遇到属灵征战 他知道 神是与他同在的 所以他就决定 要相信耶稣 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说 上帝 在实在可以 击败 法老 带领以色列百姓 离开埃及 为奴之地 上帝今天 岂不能也在我们当中 实行同样的事情吗 他的大能 他的全能 一样的可以 带领我们 打败所有的偶像事件 跟肉体 所以你要认识 耶和华是上帝 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从心里面认识他 相信他 神是有全能的 他能践踏 仇敌在我们的脚下 所以罗马书12章 第一节就说 为上帝的慈悲 劝你们 当我们知道 认识耶和华是上帝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身体 当作活去献上 圣洁上帝所喜悦 你们如此侍奉 是理所当然的 当上帝 对以色列百姓 说你们要到旷野 去侍奉我 他对 法老说 荣而百姓 去侍奉我们的时候 上帝如此说 我们就如此的坚信 你要相信 耶和华是你的上帝 仇敌不能夺去 上帝放在我们的 平安跟喜乐 他说要给你 他就一定会给你 上帝的话 一句都不会落空 仇敌在上帝面前 是哑口无言 完全没有能力的 但是上帝的话有能力 他必定要带领他的百姓 打赢这场属灵征战 他是施行实灾的神 他也是我们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 好不好 我们常常 我们要把自己 放在耶稣的面前 把自己交给他 你才能够打胜仗 你不只可以 越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你都可以求主 伸出他的手 败坏仇敌 你更可以感谢神 因为他已经为你 败坏了仇敌 因为耶和华是上帝 这是我们打赢属灵战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你要认识耶和华是上帝 你除了要认识耶和华是上帝 祷告说求你给我信心 让我信得过耶和华是上帝之外 你要相信上帝能够击打仇敌 他能保守之外 第三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要有正确的态度 正确属灵战的态度就是什么 你要忍耐 警醒 祷告 不要灰心 忍耐 警醒 祷告 不要灰心 忍耐是上帝百姓 应该面对属灵战 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你看上帝带了以色列百姓 离开埃及之前经过这个实灾 这实灾不是一天完成 它是一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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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过程 它告诉我们 属灵战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仇敌不怕你第一次得胜 仇敌怕你持续得胜 它怕你坚持到底 所以面对属灵战 你必须要有忍耐的态度 你要有个坚持到底的心 不要被骗 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坚持到一分钟 所以我们会看环境 我们看周围的事情 就像以色列百姓 如果你看到那些法老的硬心 你心会消化的 但是我们要持续到底 忍耐到底 我就想到这么多年来 我为岳父岳母祷告 有一次我在跟师母 我们走在台大操场 祷告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念头出现说 姑娘 你这样祷告有用吗 你看 世界会有些谎言 我就觉得说 对啊 好像越祷告 好像他们拜得越凶 他们关系吵得越厉害 我到底还要再祷告下去 是不是他们就不会得救 我还要再继续祷告下去吗 突然间我很清楚知道 这是一个谎言 谎言 我立刻去抵挡他 你要知道说 我们有时候祷告 越祷告情况好像越不好 这时候你不要被骗 那正是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不是他们改变 而是你改变了 你要持守下去 不要看环境 不要看周围 而影响你祷告的态度 你要看神 神喜悦我们 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就要不断地依赖他 当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婚姻 我们很多的家庭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遇到 有时候是顺利的时候 你要小心 顺利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在属灵争战里头 可是有时候 真的遇到很多的困境 很多的痛苦 甚至你信仰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坚持到底 你才能够打赢这场仗 你要知道神 不会放弃我们 同样的 我们也不要放弃 我们的祷告 此外 不只是忍耐 还要有一个警醒的态度 你看那个法老 没有在第一灾第二灾 就让以色列百姓离开 反而心里越来越刚硬 这里告诉我们 一件很宝贵的一个信息 就是 面对属灵征战 仇敌不会那么容易松手的 我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松手 但仇敌不容易松手 他不会轻易让人离开的 他不甘愿让人回去到上帝 给我们祝福的永生里面 撒旦世界肉体会一直缠着我们 他会一直缠着我们 他会各式各样的方式 各种不同的方式 如同法老 后来一直追杀 以色列百姓一样 可以这样讲 我们每天都可能会活在 属灵征战的里头 每天都可能活在属灵征战里头 而这末后这世代 面对最强烈的一场属灵征战 而且绝对是最强烈的一个属灵征战 就是抢救灵魂 就是传福音 就是传福音 仇敌撒旦在跟上帝抢人的灵魂 他要偷窃杀害毁坏 所有上帝给人的永生 不管信主没有信主的 仇敌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你要警醒 你要知道说 这场属灵征战 不只是你自己要蒙恩得救 你要坚持到底 你在带领别人信耶稣的时候 你也要坚持到底 为他们祷告不要灰心 我们要做的 必须要做的 就是跟摩西亚 亚伦一样 拿起这个属灵成品的这个帐 起来祷告 奉耶稣的名起来祷告 为了这些受辖制的百姓 我们要不灰心的祷告 很多时候 你会不会羡慕有些人 他们家人 一祷告他就信耶稣了 你会不会想 有时候我儿会听到一些 他们家他才刚信主 怎么他们全家都归族 我还蛮羡慕的 我信主三十几年了 我家也没有全家 还没有到全家归族 可是神就鼓励我们 不要灰心 祷告不是一次就够了 因为征战不会只有一次 而是持续的征战 持续的祷告 当我们持续征战 持续祷告 推上全世的时候 撒旦会完全地放手 直到撒旦完全放手 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 好好祷告 但拯救人灵魂 改变人心的是 祂的工作 上帝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 我们要与神一起同工 祂的心意 永远都不会失败 所以我来分享 一个 乔治穆勒的一个卷证 来帮助我们 在面对 抢救灵魂 领家人归主 特别是要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 这信心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鼓励 乔治穆勒 他是对上帝 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弟兄 他对上帝的信心 特别也表现在 他为灵魂得救的祷告事上 他曾经为他两个朋友 能够信耶稣 祷告了62年 62年 请问我们当中 有人为别人祷告62年吗 可能我们都还没活到62岁 他在去世之前 有人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把握 你祷告62年 这两个人会信耶稣 祷告62年 这两个人还没有信耶稣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会信耶稣吗 乔治穆勒的回答说 当然 如果上帝把这个祷告的负担 放在我心中62年 我为他们持续地祷告62年 上帝怎么可能 不会要这两个人悔改得救 这是不可能的 上帝不会跟我开这个玩笑 你看他的信心多么的单纯 他相信 他就做 他就祷告 而且他相信这事一定会成就 他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 没有多久他就过世 他离世之前 他没有看到这两个朋友信耶稣 后来也是他的同工 在乔治穆勒的过世之后 在某个城市讲道 在讲道中提到乔治穆勒 这样子的一个迫切 为他的朋友属灵任灵 祷告了62年 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姊妹跑来 跟他讲说 乔治穆勒为他们 祷告的这两个朋友 其中一个朋友是我的叔叔 我的叔叔在他过世不久 在乔治穆勒过世不久 我叔叔已经信耶稣了 而且另外他的那个朋友 后来也信耶稣 这个还活着 他还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 弟兄姊妹 上帝从来就不要人离开他 他要人回到他的面前 所以他的心意始终是如此 他要透过我们的祷告 跟他一起同工 所以他鼓励我们 祷告不要灰心 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劝勉 跟提醒 不要灰心 其实耶稣的祷告 也始终没有停止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 现在在上帝右边 他还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他在为我们祷告 祷告的侍奉是不止在地上 祷告侍奉是要直到天上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学习 很久忍耐 警醒的祷告 只是将来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祷告 已经不再要为被属灵征战祷告 那是一个充满了喜乐赞美 感谢欢喜快乐的祷告 但是在地上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子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认识仇敌 拿起祷告的权柄 能够带领人归主 所以上帝百姓 我们打仗 不要只是一次而已 不要只是打一次胜仗 我们要持续忍耐到底 实在的信息告诉我们说 面对属灵征战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仇敌是谁 并且要知道说 打败仇敌是耶和华上帝的作为 是祂的权柄 是祂的荣耀 你要让上帝做上帝 持续的依靠祂 不灰心的祷告 特别是为没有信主的家人 更要持续 恒久忍耐的祷告 让我们的教会 好不好 在2019年 让我们在传福音步道上 因着我们恒久忍耐 不放弃地祷告 我们看见人心 回转归向祂 我们可以在这场 属灵征战当中 得到完全的得胜 2019年 也是一个属天健康的一年 求主帮助我们 你要健康 你就必须要打赢 这场属灵征战 身心灵都健康 让我们这个人 这个教会 成为健康的人 健康教会 我们就能够在2019年 也带出一个健康的侍奉 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 今天透过实在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 祢是全能的上帝 也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所要面对的仇敌 但是求主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 求主来光照我们 是不是正落在 什么样子的征战当中 好不好 我们特别求主 帮助我们的祷告 更新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的祷告 可以重新回到祢的面前 弟兄姊妹 有点安静的时间 你可以思想 你在祷告的事奉当中 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你有什么新的励志没有 你是不是已经灰心了 上帝鼓励你 上帝鼓励你 上帝没有放弃你 祂一直在等你的祷告 祂要帮助你祷告 祂要在祷告当中与你同在 第二个不只是我们祷告 我们要信靠神 知识祂的话语跟祂的慈爱之外 好不好 我们也特别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 2019年你想带谁信耶稣 好不好 你把祂带到主人面前 为祂来祷告 求主帮助你 爱你 爱他们 忍耐到底的祷告 不灰心的祷告 特别是要团队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就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来到祂面前 我们感谢主 今天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 求主你自己 对我们的心说话 让我们的心可以回转 让我们的心可以在你的面前 再次知道面对仇敌 是我们要来依靠你 我们要靠着你的宝血 靠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征战 能够得胜 因为是你已经得胜了 祖来求主你帮助我们的祷告 不灰心 我们特别为我们家人灵魂得救 来祷告 让我们可以长期的 不放弃 不灰心的 特别是为2019年 我们是要带领人 能够信耶稣来祷告 让我们属灵任领的这些的同事 这些朋友 这些同学来祷告 愿你自己来对他们说话 你对他们显现 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今天让我们透过实在 认识属灵真战的真实 也知道你要带领我们 打赢这场幕后的属灵真战 说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 保守我们 鼓励我们的祷告 特别让我们不要灰心 不要放弃 让我们可以长久很久忍耐 在祷告当中与你同在 与你同行 并且透过祷告 真的是可以把这些 我们的家人 把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一个一个都带到你的面前 愿你纪念我们的祷告 也垂听我们的祷告 更要成就我们的祷告 赞美你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